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无极宝训 主著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圣士 公皆老母一驾 命本堂扶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院 众修士排班后驾 御林君主帅赵天君将 诗日天德将鸾门 辉红大道恩 上苍多戒众 老母赐真言 圣士 恭迎老母将鸾 神人俯伏 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义是 朱贤卿及朱儿女免礼 赐作 幼是 喜闻天德垂降尔堂 因此 今日与朱灵儿谈谈大道之行 第七章 大道之行 孝为百善之首 祖为所从出之源 所以灵儿应该孝亲及祭祖 因为这是追本溯源的心思 尔堂奉天成运 推行伦理孝道 述时寒暑 视为鸾门如宗的中流砥柱 更是正信的宗脉 生活的宗教 因此 上苍垂降大命 命至神舟弘扬伦理道德 以利生民精神食良 种种因缘 若非神人一致砥利 岂可得此书恩宠卷 诸儿女 禀赴天德 而成人性之善 虽然能够生而知之 良知良能 但降生卓会尘世 难免袭染 而祖阙发扬善性 因此 必须以多闻 则其善而从之 多见而识之 辅助善性发露 多闻即是 多听他人的意见 如何博得雅见呢 则是不耻下问及以千功的态度学习 那么如何则善而从之呢 凡善事则非利益 而是博爱红事的 因此 多听此类的建议 则可开创光明人生 何谓多见呢 即是增广眼界 所谓行千里路 圣读万卷书 不过欲求多见 他人可能吝啬分享 那么灵儿即又该持千功的心态 不畏阻挠 勇于下问 如此才能开拓视野 而非以管亏天 儒家有言 人人皆可为遥顺 是因为禀赴天的善性降生 所以只要追回那颗放持的本心 便可成正 本心于生活中放尸 则应重拾在生活当中 鸾门禅教寓意于生活 真于生活 所以 星鸾妙化大天尊王清 御星鸾门在台江 今日殊胜机缘大开 方便阳如歌亚于神舟 因此 朱灵儿应当捐气成剑 担心护法宏道 因为伦理道德 犹如生活中水电一般重要 唯有弘扬伦理道德 才能减少世间纷争 其勤众生迈不康装 大道之行 是弘道宣孝 阳如歌亚 将此得挥普世 泱泱灵儿 因此 立生不仅止于悟命 凡弘扬大道 福音披目众生 皆可达到立生之目的 所以诸儿女大道之行 必须谨记娘言 方不负天德于万一 法师员 南無尼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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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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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